DX2014 ICT P1A MC第六题 这题刚刚少过一半考生答对 这题问Proxy Server叫代理伺服器 Proxy Server的功能 问Proxy Server能够做到123b一样东西呢? 我们先看看Proxy Server的角色 即代理伺服器 基本上它真的好像一个代理那样的 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来的Proxy 就采取我们的电脑一个用户的电脑和Internet之间 为何无端端中间加了一个代理人 就是转接了 其实都有很多好处 首先我们上网的时候 其实就不是直接去Internet的了 先去了Proxy先 去这个代理伺服器 它就代了我们去上网 找那些网页资料回来 它就上网找这样的 譬如我想去Google的网页 想上网页资料 Proxy代我去找Google的网页 接着它就返回Google的网页资料 接着再送给我 接着我的电脑就会出现Google的搜索资料 那好处在哪里呢? 譬如我第二天又再想去Google 又打昨晚 Proxy因为昨天上网过Google 它会将那些网页资料 那些网页资料 就是像一个快速储存的 装置一个buffer的空间 存着Google的网页 那Proxy就不用直接去Internet再搜了 它直接将个Cash里面 那些Google的网页资料 传给我 那就会快点了 因为不用再经互联网 那些Cash 常用的网页的文字 图片 Video 会存在Proxy那里 那绝对是Cash memory的concept 就是你将那些常用的资料 放在Proxy那里 就快一点 那就减少 拌网页用的时间 那时间短了 那网速又会增加到 上网的速度 Internet connection 其实没有增加到的 那个bandwidth都是fixed的 因为你没有加粗那条水喉 没有扩大的bandwidth 但是你拌网页的模式 用的时间是短了的 因为你有个Cash帮手 那还有这个Proxy上面 都未必只得一个人用 比如可能第二个人叫B君那样 那它又去Google 又去经过Proxy 那它也不需要再直接出Internet 去拌Google的website 那在Proxy上面 拿个Cash回来 那就已经用得了 所以可以说是整个network的人 用Proxy的人 他拌网页的时间就大大降低的 那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Proxy因为中间人的角色 你还可以set一些filter的 web filtering 就是说某些网址 可以给这些users 直接出街去Internet 找那个网页 但是你都可以block 就是做blocking的 所以这个Proxy 真是好似一个中间人 一个代理 一个手援口的角色 主要因为它的位置 刚刚坐在user 和Internet中间 所以我们看看题目的1 Increased internet connection bandwidth 说这个刚刚很容易中复的 这个是不对的 它拌网页的时间短了 并不代表Internet connection bandwidth 的网速是高了 但记住要反过来 如果网速高了 拌网页的时间一定短了 但是拌网页的时间短了 并不代表网速高了 第二filter website 这个就对了 第三cash webpage 都是对的 所以答案 2 and 3 only Divadok